本港和内地全面通关近两个星期 上水再出现水泊客 本台追踪他们由上水分货到在深圳加货的整个过程 他们现在是如何运作的呢 政府说会加强打击水泊活动 力度又是否足够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政务师副师长卓永卿夏就在社交网站发文 说上星期五主持跨部门会议之后 他定在水货活动黑点装闭露电视 制度接扰问题现在已经改善 但有上水居民就不太认同 情况是怎样呢 内地和香港全面通关近两星期 从深圳只有一站距离的上水 人流明显增加 港铁站近彩原路的出口 对出空地不是有大批人追杂 他们会拖着行李行李出入 附近的单车停泊柱 经常见到有人执货 我们从高位望下去 看到他们这日主要用一个 印有红字9N9的胶袋装货 每袋货物款式和数量大致一样 包括几盒市价过千元的精华素 几包过百元的防晒雨箱 还有面膜、护肤品等等 这个男人过来拿了一袋9N9之外 档主再跑去另一个位置 拿多一支红酒给他 之后他向上水站方向离开 另一个穿蓝色外套的男人 也有过来了解 和职员聊了几句之后离开 大约五分钟之后 职员拿着两袋 装在9N9胶袋的货物 送到港铁站旁边一条 交饮币的行业 和这名男人交收 他拿货之后 再检查一张疑似收据 就和朋友在上水站入闸 乘港铁去奴湖站过关 离开罗湖口岸联检大楼之后 他立刻转右 向交通楼停车场方向走 你见到是什么来的 他要在那里买的 现在准备去哪里 是不是交收那些呢 在上水那里买的 现在知不知道去哪里买的 不用五分钟去到他的目的地 即是交通楼停车场外面的空地 他再检查货物的情况 之后再将整袋9N9胶袋 转家驾驶电动车的当地人 他们逐一检查货物数量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就给现金这个男人 除了这个男人 整个下午还见到不少人 带着9N9胶袋过关 他们一出关后 都会立即到这边交货和收钱 我买了什么 我买了两个奶 交货是我的 不买我的 有没有说一转是赚多少钱 没有 没有钱吗 几千万 我第一次 主要是有什么的 买买买 什么东西 交货是吗 都两个英格没有 那当地人收货之后 又会怎样处理呢 一转拿多少钱了 我想问一下 一万 一万元一转 多数是运什么的 去回深圳市销售 还是怎样的 本港目前没有一条 针对水货活动的法例 但旅客带货到内地的时候 如果有收取报酬 就可能违反逗留条件 触犯本港入境条例 最高刑罚是罚款五万元 和监禁两年 而带水货进入中国境内 不论港人或者旅客 亦都可能涉及逃税 触犯内地法律 如果一年之内被内地海关 发现三次 可被刑事拘留最长三年 又在上水拿货的人 就否认他们走水货 他还说这个运输业 香港人都有得益 很多独居老人过来 这边拿 他赚少许 他又不想吃中国人 40元也有50元也有 不多的 就是让叔叔去外面喝茶 这些就是就业机会 你看到他只要放个摊口 但后面整大条 全部都是香港人做的 个个就有钱收了 但水货客同林 最大感受的就是上水居民 多了那些是拖行李箱的 拖行李箱那些 还有拖行李箱那些 拖行李箱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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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多男女都有 买货带货 外面就有几个男人坐在那 拿着一架单 在那里写的 他这些货货 什么货交哪里 就给你 撕了给你 你就去哪里入货 就带去哪里收钱的 拖到水下真的很烦 很滋扰 来拿货的除了有中年男女 也都有家长带着子女到场 由当主向一名家长 递上鞋盒和包装好的胶袋 他立刻将这些物品 放入小朋友的书包里面 整个过程不用两分钟 真的非常夸张 以前在火车站一走出来 条路是很阔的 你现在想去火车站 或者你想不是回到陆 你想出去九龙那边吗 都说其实很多人 你要排队 你要等候的时间 真的太久了 你入闸的时候 拍卡真的太多人了 不是行李 就是拉箱 因为手抽袋太多了 那些人留 当有警员在上水站外面巡逻 当主会随即中置交收 拖着整箱货 向附近的屋村方向四散 我们是慢慢走 我们是没有赶赶的 他们是赶赶的 等他快的 我一推就不管你 你跌过你一脚的 我一脚踩到他的鞋子里 我突然跳起 那两个鞋子背了 因为我们踩原村是老人村 老人家多 水货的车他不理 他自古自己的拖着走 那些婆婆怎么走 就是被他撞死 有当主为免要经常走轨 躲在大约500米外的停车场 或者附近一条天桥底下散货 我们在现场观察大约15分钟 已经有至少五人到场拿货 骯髒、骯髒 他撿到 好像在这里撿货 那些纸皮不撿的 他带了那些货就走了 那些纸皮 他撿完就踢在那里 人就走了 找善后哪个去做呢 是不是 清洁啊姐姐就呱呱吵它 是不是 他那些货多元之后 整地拉箱 那些箱子打开 然后装货 他不是在旁边那里装货 整个地下打开那里装货 因为有时他撿完之后 因为他的东西 撿袋子 他就不是直接 是立刻拿起来 他的袋子又扔在一边 但是有时那些袋子 他就飞到乱七八糟 现在水货出现的时间是怎样 凌晨早 很早都有 很早啊 由立法会议员形容 目前水货活动 处于萌芽阶段 两地政府应该要加强合作 及早从源头解决问题 他会可能那些人越职越多 然后就慢慢可能蔓延 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到时最后的结果就是 阻止条街 然后周围都污烟涨气 不单止影响到 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也都担心是会连累到 央及到一些正常的旅客 来到香港消费的 要针对源头 在这些派货的地点 甚至是追踪它 由它是由哪个工厂运出来 甚至乎去到内地 是谁怎么接货呢 都应该是追踪源头打击的 城环署近日在上水站外面 加装了一组新的闭路电视 监察附近环境卫生的情况 多过刘国芬質疑 未起到阻吓作用 装了一些CCTV对着车站 但是似乎那个覆盖范围 都是未够的 实际其实在这条行里 加个CCTV是可能更加有效的 因为基本上这个行 都是一个水货客活动的刻点 会有不少人在那里派货 接货 接着它聚集在那里 CCTV其实都是要 放在一个适当位置 做一个监察 是发挥到一个作用的 警方和食环厨表明 会在水货活动黑点附近 进行更加频密的巡落 有需要的时候展开联合行动 刘国芬建议当局建立 网上举报平台方便执法 政府的部门也都没可能 24小时是站定定在那里 去留意和执法的 现在有些水货的活动 也都像打游击一样 还有现在政府有个网站 是欢迎市民举报一些维生黑点 然后政府会有 相应的事前和事后的行动 是报告的 可以在网站里面 加多一栏 专门针对水货客 甚至乎是开一个新的网站 是欢迎市民举报一些水货的活动 是等部门去执法的 食环厨就说 上星期一以来 在上水区做了至少22次 针对水货活动的执法行动 发出65张定额罚款通知书 以及驱控一个无牌犯卖的人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到了 再见 大家好 我是林婷婷 本港银行业贷款量 19年以来再次录得下跌 去年经济疲弱 利率上升 贷款需求受压 金管局公布 去年本港银行业总贷款量 下跌百分之三 是自2003年以来首次录得跌幅 当中 在港使用贷款增长不够百分之一 香港意外使用贷款 和贸易融资由升转跌 分别跌一成同一成三 内地相关借贷 按年减少百分之四点四 住宅按揭贷款增长放缓至到大约百分之四 违约率升到去百分之零点零六 银行业整体存款 去年升百分之1.7 金管局说 去年息口急速上升 加上外围环境不确定 不少企业延迟投资决定 但是相信今年的情况会有改善 随着经济活动上升的时候 尤其是在湾区里面 经济活动上升 我们都希望情况会好转 市场都跟我们说贸易是 有些恢复但又不是很乐观 都要看看整体外围环境是怎样 整体一月份看企业的投资意欲 贸款的需求都有好转 他又表示 内房贸款相关问题仍然未完全解决 随时观察内地支持楼市的措施成效 对今年整体信贸质素审慎乐观 无线电视记者何沛山报导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布一月份累计保费收入 来年未跌百分之一 去到759亿元人民币 其中受险业务保费收入下跌百分之五 但是产业保费收入就上升大约一成 联想集团第三季度业绩倒退 截至去年12月底 第三季度顺利超过4亿3千万亿美元 按年下跌近三成二 受到个人电脑需求的疲弱拖累 收入减少两成四 跌到152亿美元 毛利率扩阔0.4个百分点 去到百分之17.1 头三季顺利14.9亿美元 倒退达超过百分之七 收入493亿美元 下跌一成 三大业务方面 智能设备业务第三季度收入 按年下跌三成四 主因是个人电脑出货需求减少 和存货过程 不过按出货量计 联想在全球市场份额维持去年的两成三 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上升四成八 去到29亿美元新高 方案服务业务收入升两成三 去到18亿美元 集团预期 未来市场环境仍然具挑战 但会积极提升成本竞争力 电动车生产商Tesla 在北美召回超过36万架车 更新辅助驾驶系统软件 Tesla香港就表示 在本港的电动车 并没有安装相关驾驶系统 美国交通安全部门警告 Tesla的辅助驾驶系统 容许超速 应该转弯的路口仍然直行 或者是没有在黄灯的时候减速等 形容在不安全违法的情况之下 让成意外的风险增加 Tesla主动在美国和加拿大 召回超过36万2千架车 涉及2016年以来 出厂的四款不同型号 并加装了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 免费升级和更新软件 强调至今未发现相关的问题 导致有人受伤或者死亡 出事的系统FSD测试版 在去年11月全面开放 给额外付款的车主 虽然标榜是全自动驾驶 但Tesla强调驾驶者仍然要留意路面的情况 双手放在台盘上随时作好 接管车辆操作的准备 今次召回事件不是Tesla单方面的问题 美国政府一直对于汽车制造业过分信赖 规管条例也都过时 没有规定对辅助驾驶功能 先要通过严谨路面和安全测试 相反,欧盟一直对于Tesla的全自动驾驶 未开绿灯 Tesla香港就表示 集团在本港的电动车 并没有安装相关的驾驶系统 无线电视机者已正报道 广西、北京和广州等地 多家银行放宽住宅案揭 还款年龄去到最多85岁 有学者认为 这类贷款可以满足长者的居住需求 大业界就忧虑会助长炒楼 驻广州记者邓杰映报道 在广西南宁 有地产商说 申请住宅案揭贷款的时候 将子女列为共同借款人 可以将还款年龄上限提高至100岁 内地传媒报道 虽然那个地产商已经撤回这项措施 但近日多地银行也有类子安排 以广州为例 在贷款年期最多30年的前提下 供楼人士过往要在70岁或之前 完成还款 以还款年龄上限放宽至85岁后 如果55岁置业并申请案揭 过往要在15年内还清 现在可以滩长至30年 民众又怎么看呢 很多人生压力大 我感觉寿命都不一定有那么长 是不够那个时间的 是不是遗产给下一代的继承 那下一代是不是有压力了 两大人供应套房 没必要啊 都还不起了 要这么长有用吗 是不是 自己生活成问题 哪有钱还这么久啊 公务员万几元退休金 而且有房租 有其他收入的那些有帮助 对于我们这些打扮工的人 一点工作都没有 有市场研究机构指出 放宽住审案 揭帮款年龄 有助释放长者住屋市场 其实是为有购房需求的老年人群 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降低了老年人的购房美增 短期来看呢 延长最高贷款的年龄期限的这个政策 有望在更多的城市出现 也有业界人士认为 这类贷款存在灰色地带 本身受制于限救限贷政策的人 可以用父母名义 购买房产避开限制 母线电视署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日本为了吸纳更多海外专才 将会推出新的措施 内角召开会议商讨 官房长官从野博一形容 顶级人才应该享有 比现时更优厚的待遇 现时实施的计分制 外国人在学历 工作经验 同年收入等取得足够的分数 可以获批五年签证 之后在日本逗留三年 可以获得永久居留 至于新的措施 包括新设特别高度人才制度 针对在学术研究 或者专业技术方面的外国人 要有碩士或者以上的学历 年薪达到2000万日元 折合大约116万港元 或者有10年或以上的工作经验 年薪达到2000万日元 而成功申请者可以获批五年签证 之后只需要在日本转满一年 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 活力午餐三厂房清洁消毒 200间中小学下星期有两天 没有饭盒供应 各自想办法应对 下个月停止社区免费核酸检测 公立远舍、公立医院和远舍的检测要求 以快速取代 中国和香港地震救援队 由土耳其远到北京 各位爱聂淑宜 活力午餐下星期暂停供应饭盒两天 影响超过10万个学生 有学校说会准备饭盒 甚至带学生去外出野餐 食环煮巡茶之后 就活力午餐元朗厂房维修不当 提出检控 一盒午饭 原先希望解决学生温饱 现在就令不少学校家长头痛 天水唯一一间小学 订够的就是活力午餐饭盒 觉得味道怎么样呢? 好吃 白饭就好吃 不过这些菜就不好吃了 大家落集团旗下的活力午餐 每天向超过200间中小学 供应超过10万个饭盒 由于若学生早前吃了之后不舒服 下个礼拜一二暂停供应饭盒 检视生产工序和深层消毒厂房 面对饭盒危机 家长学校各自有解决方案 我接他出去吃 跟其他妈妈一个挪位 挨餐一个来抽 不是很麻烦的 两天而已 两天都是送饭过来就可以了 学校预计近500个学生受影响 会协助家长订饭 暂时不会考虑改上半日货 怨气就一定有了 低廉一些 他们尽量都帮到他们 去预备一些饭盒 预备一些光明 他说大家落集团已经赔偿两天的饭钱 额外可以再免费订饭两天 但是学校会保留追究的权利 有老师说有时饭商会送错餐 也都试过有学生反映饭有些生米 都会即时和饭商反映 拿回新的饭盒 有学校就趁机推行家校活动 高年级家政科学生负责清洗食材 家长、教职员去采购和煮食 是应该让学校让学生一起去面对困难 就不是想着去逃避 让学生在学校里面 当见到问题的时候是怎样去解决的 有学校计划带学生去到敌因湖野餐 解决午餐问题的同时 让他们有不同的体会 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已经循查活力午餐的沙田和元朗厂房 检取一共11个食物和25个环境样本化验 并且就元朗厂房维修不妥善的情况提出检控 但是当局没有正面回应维修不妥善 和食物安全有没有关联 无线电视记者黎卫尔报道 食环署简化食物业牌照新领程序 引入先发牌后审查的机制 也都放宽小食食市受卖食物种类的限制 小食食市目前只可以卖牌照规定的食物类别 下个月1号起 新申请或者更改现有牌照可以获放宽 卖任何种类食物都可以 但是只可以用简单烹调方式 除了会产生油烟的油炸方式之外 其他煮、炖等等都可以 当局预计超过4300间小食食市受惠 另外同样下个月起 申请食物业牌照程序也都可以简化 会引入专业核证制度 即是先发牌后审查 打算开食市的人 可以找认可人士或者注册结构工程师 签发符合规定证明书 和最终设计的图籍 作为符合卫生规定的证明 厨方会基于那些证明先发出牌照 然后才派完实地复核审查 业界说新制度可以大幅缩减开业时间 货物关斩木杖 因为除了食环署 作为一个统筹发牌的机构之外 其实我们也都要通过 比如说消防署 环保 基定工程 屋乳署等等 在每一个环节上 如果出现一些错误 或者要修定的话 也都是会延长了发牌的时间 认可人士和专业的工程师 他在发牌的程序上 是要符合食环署发牌的规例和要求 才可以作审规 不是说求求求求求 递递递递交一个途绩 他说这次放宽 有载业界在同内地全面通关之下迎接旅客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政府宣布下个月1号开始 停止社区免费核酸检测服务 共立医院、安劳院和残疾人士院舍 员工和探访者核酸检测要求由快测取代 政府说因应疫情进入新阶段 以及管控卖向新模式 下个月1号开始 停止社区免费核酸检测服务 而自费服务仍然会维持 到时只是保留21个使用量比较高的检测站 开放时间调整为早10晚8 其余64个检测站同日开始停止运作 政府同日也会将公立医院、安劳 和残疾院舍人士、员工和探访者等的检测要求 由快测取代目前核酸检测 探访人士要在探访前24小时之内 取得快测阴性结果 而院舍员工和住客就要每日做快测 随着政府撤销隔离令 政府提醒市民 下星期三开始将不再接受 入住社区隔离设施的申请 政府上个月底取消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发出隔离令 当局提醒有关自愿入住社区隔离设施的国度性安排 将会维持到今个月28日 被香港居民使用 由于入住隔离设施的人士最多只可以逗留7天 因此最后申请入住的日期就是下星期二 有关安排同时适用于由社署管理 为确诊远舍的远游提供服务的站托中心 运输署下星期一开始 加开两个二通行服务站 协助的士司机办理车辆贴和司机卡 厨方相信两个月能够完全处理 两个服务站分别位于上环临时街停车场 和荃湾政府停车场 下个星期一起朝十晚九运作 运输署说至今一共发出超过46万张车辆贴 的士占13000张 还有5000架的士未有车辆贴 的士车主和司机 星期六起可以到二通行网站 或者用手机应用程式 预约到专属服务站 或者另外四个客户中心 申请车辆贴和司机卡 有预约我们才会提供服务 为的不是麻烦大家 而是希望大家来到就可以即时 不需要等很久可以有个服务 每一位的司机可能都是处理 大概15分钟可以完成一个个案 是应该可以在未来这两个月内 是完全处理 驾车前往专属服务站的预约人士 可以获得豁免一个小时停车场收费 而通行服务商也派人在九个的士 专用家气站协助司机 而通行将会在五月 率先在青沙管制区推行 运输署又会去信 只会全港80万个车主 并通知他们现在在运输署 登记的电子联络方式 便利他们申请车辆贴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部报导 一艘内地货船 在南丫岛东南面对出入水倾侧 三个人获救 其中一人送院后死亡 警方朝早近7点接报 一艘30米的内地货船 在南丫岛东南面对出大约2.5海里 怀疑入水倾侧 消防、水警、海事处的船隻 和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到场搜救 船上有三个人 当中两个人跺海 救援人员救起其中一个 由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 掌救后证实死亡 而另一人就飘浮到葡台岛 初步调查 将信货船在浅滩岛堡招石之后 入水倾侧 两个获救的内地男人 涉嫌非法入境被捕 国家以及本港救援队 完成土耳其大地震的救援任务 下午回到北京 再有82名国家救援队员 同59名本港救援队员的包机 下午4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国家救援队员首先下机 并高举旗次 本港家救援队员紧随下机 两只手救犬被抱着下机 救援队员搭接驳车到专机楼 列队清点人数 之后出席应急管理部 举行的欢迎仪式 出席的包括外交部 港澳办等的官员 以及专程到北京迎接的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 陈国基形容两对救援队 万众一心救灾 充分发挥中国人抗争救灾的精神 各位队员 顾富所拓 勇于担当 肩负艰巨的人道救云任务 与实践竞赛 为土耳其提供紧急援助 到灾区请奏生命 我代表香港同胞和特区政府 向你们自己崇高的敬意 在十天的时间里 香港救援队和国家救援队 不为艰辛 并肩作战 与时间赛跑 生动诠释了 人命关天 生命至上的大爱精神 这十天里 香港澳门各界 隐约为突叙灾区 捐资捐物 生动诠释了患难一共 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验 向国际社会充分显示了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本港救援队上个星期五 到了地震重灾区哈塔伊省 一共救出四名的生还者 中国救援队员上个星期三 到了灾区 搜索了87栋建筹物 搜索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 一共救出六个人 并搜寻出11名的愚难者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宏报导 有时一会儿回到报导 港大禁止师生 在教学活动使用 CHET GPT等人工智能工具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美国副助理房长到了台湾访问 北京敦促美国 不要制造台海紧张 欢迎新闻时间 香港大学禁止师生 在教学活动使用 CHET GPT等人工智能工具 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ET GPT 近期成为全球业画 他不单止识答问题 还会写论文 港大副校长何立仁 去信教职员和学生说 将会采取临时措施 禁止校内所有课堂 课程作业和评估等 使用CHET GPT 或者其他人工智能工具 如果学生要用相关的程式 必须要有课程导师的书面豁免许可 如果有违规的话 就会被视为潜在抄袭处理 港大计划展开师生讨论 探讨人工智能工具 对教学的影响 但需要较长的时间安排 因此先采取临时的禁止措施 晨州十四号三维航天员 回回地球休养两个几月之后 下午第一次公开露面 三维航天员在北京航天城同媒体见面 并且回应有关驻留太空期间 以及回回地球之后的提问 不相关专家说 三人恢复期间 情绪稳定 心理状态良好 体重也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 肌肉力量 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 也都进一步恢复 达到预期的效果 现时已经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完成健康评估总结之后 将会重新接受正常的训练 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 辅助理部长蔡斯 拒报抵达台湾访问 北京方面表明 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顿促美方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在中美两国卷入气球风波之际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国防部辅助理部长蔡斯 在结束蒙古行程之后 已经转到台湾访问 如果熟实的话 还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超过两年来 第一位访台的国防部高级官员 对上一次美国国防部高官访台 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时期 时任东亚事务辅助理部长克林克 在北京外交部重申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也都敦促美方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停止制造新的台湾局势紧张因素 美国国防部拒绝评论蔡斯 是不是访台 发言人只是说美方对台承诺 坚如盘石 资力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并且继续支持和加强和台湾的防御关系 应对大陆的威胁 报线电视记者朱晓琳不得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转到意大利访问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 即期四在首都罗马会见到访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王毅在会面中说 中方高度重视中义关系 中方成功控制新冠疫情 经济强劲复苏 中义可以全面重启各领域交往合作 中方愿意进口更多意大利优质产品 支持意大利企业扩大在华市场份额 希望义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 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塔亚尼就说 义方期待和中方尽快重启双边合作机制 强调重新实现和中方贸易平衡 以及改善意大利企业在华市场条件很重要 又说欧中互为重要市场 双方应该加强合作 扩大贸易规模 王毅和塔亚尼也都谈及俄乌局势 王毅强调中方一直劝和足谈 需要寻找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意大利外交部说 塔亚尼在会面里表示 需要向俄罗斯施压 敦促中方就推动和平发挥关键角色 塔亚尼星期五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 王毅向他透露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在俄罗斯出兵 华兰一周年之席发表和平演说 塔亚尼又说 政府仍然在评估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意大利2019年成为第一个 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达国家 但是至今实质成果很少 总理梅洛尼去年上台之前说 不愿意支持中国在当地或者欧洲扩张 他不会寻求有关的项目 意大利是王毅欧洲之行的第二站 他少终之前在法国巴黎 会见法国前总理现任宪法委员会主席发给游斯 并且与总统外事顾问博立 共同主持中法战略对话 他对法国取消来自中国旅客的入境限制措施表示欢迎 无线电视记者晚些信报道 法国爆发定梁全国示威 反对当局计划改革退休制度 几千人星期四在法国首都巴黎 响应劳工民主联合会等工会的号召 上街游行 继续向当地政府施压 游行人士手持气球和旗 并举起标语和环页 有人演奏乐器 游行人士抗议总统马克龙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 将退休年龄由现时的62岁提高至64岁 并且需要工作至少43年 才能够领取全额的退休金 他们说改革绝对不能够接受 会令到打工制压力大增 但是这轮示威的规模较前四轮势 内政部说 全国当日有44万人参与游行 工会就说有130万人 双方的数字都较上一轮少大约一半 相信是因为工人参与罢工游行 当日薪金会受到影响 由于有铁路工人罢工 TGV高速列车服务和成交铁路服务受阻 巴黎铁路大致运作正常 巴黎的奥利机场有三分一行班要取消 有小两学校运作受阻 退休制度改革是总统马克龙上任以来 其中一个施政重点 他强调有必要改革退休制度 确保退休体系收支平衡 现时方案仍处于国会审议阶段 需要得到国民议会保守派共和党的支持 才可以通过 然后呈交参议院审议 工会警告 如果总统马克龙不放弃改革方案 会在下个月7日再发起全国大罢工 彻底袒满全国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导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